朋友们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火车站 那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比较乱啊 然后做生意的卖东西比较贵 今天呢 我就在花莲火车站给大家找一家美食啊 看看他宰不宰我 好不好吃 走着 哎 在花莲火车站外找到了这家 广青堂 药膳师卢 这个小店 没有感觉啊 朋友们 现在没什么人 没有人 没有食客 我点了一个排骨汤 点了一个炒饭 朋友们 今天咱们泰鲁德玩了一天啊 中午吃7分也没吃太饱啊 因为他那饭量不大 你看 今天咱们点了虾仁炒饭 好 我们手艺可以 我必须夸赞了一下 特别有锅气 酱 虾仁炒饭很Q弹 嗯 行 这个手艺可以 白菜 米饭 胡萝卜丝 特别香的 过去啊 这老板手艺行 90块钱一份 台币 可以 用你吃饭的炒饭 比我在 第一天晚上吃那家的炒饭好吃 那家炒的好吃 来他们家的目的 就是来喝这个药材汤来了 因为在外面吹了一天了 特别冷 都体寒了 你喝点药材汤补补 我点了一个 人参鸡汤 人参啊 刚才忘了说了 这一口汤下肚太香了 因为减它 很浓的药材味 人参大枣 鸡饭 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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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块鸡一个鸡翅一个鸡腿鸡翅 嗯 来入味了 一碗汤 180 80 90 90的炒饭 180的汤 满足 得给大家看看人参啊 人参大补汤 我感觉我要原地起飞了 哇 西洋参 整根让我吃掉 哇 西洋参 大补 鸡肚 骨度我直接今天是浓光焕发 老板 老板说这是白旗 这个能直接都吃了吗 鉴定一下 老板咱们吃完了到火车站了 那你们觉得一碗 那个人参鸡汤 然后加一个 呃刚才吃的是虾仁炒饭啊 一共是270台币 你们觉得贵不贵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是不贵了 因为在中国吃江西江西省他们有那种瓦罐汤在一个大的瓦罐里面啊 他们做汤 然后 这样的一个药材汤也要20多人民币 就是那一小钟 他那个 就今天吃的那个钟很大 在中国那个很小一钟 也要20多 然后是他有很多种药材了 有的更贵 啊 所以说我觉得还好了 这一餐下来大概是人民币60左右啊 所以我觉得还好 你们觉得贵不贵 如果贵的 咱们评论区来一波 不贵的评论区也来一波啊 让我了解了解 拜拜 花莲火车站还有两个小鸭子 很可爱啊 福气 红面鸭 回台北了 福气红面鸭